遠景巡邏看到這輛黑色轎車 車身被撞得慘不忍睹 立刻攔車盤查 駕駛說開車被撞 吸毒也是好幾年前的事 現在清清白白 一再強調自己在故宮上班 不可能偽非作戴 才堅稱車上沒東西 下一秒遠景卻發現 企圖反抗 因為遠景從車上 搜出了管制的水管刀 駕駛座儀錶板上 還有一支注射針頭 裡頭是什麼 獨家幸好被警方攔查 為了躲避追查 鬆懈警方戒心 他一再說自己在故宮上班 但事實上呢 我們向故宮博物院查證 不管是正職 還是約聘人員 都查無此人 依據故宮真人資格限制 公務人員不得涉犯貪污 犯罪遭判有期徒刑 或是尚未服刑完畢 都禁用 男子打著在故宮上班 卻注射完毒品後 開車上路 恐怖獨家 幸好被及時攔捕 才沒有 造成事故 記者劉氏瑋受講 新北收到 好 咱 ピwyn 小 賴 黃